欢迎收看小高 新一届中国女排 尽管连主教练人选都还没有产生 但三位老将都已经表态 会继续坚守 他们分别是朱婷 王孟杰和张长宁 朱婷在加盟科内利亚诺的采访中直言 只要身体条件允许 他就会重返国家队继续为国争光 新婚不久的王孟杰 在谈到退役这个话题时说到 自己不会离开排球 如果国家队需要 他依然会为国出战 为奥运付出的张长宁 在联赛开始前 也表示会继续留在排球场上 不管是朱婷还是王孟杰 乃至张长宁都已在联赛中亮相 朱婷不仅状态复苏 就连困扰多年的手腕伤情 也得到了好转 一家比赛中 朱婷的右手腕 已经拆掉了捆绑多年的白色绷带 随着朱婷状态回暖 王孟杰 张长宁不退役 困扰中国女排多时的两大问题 全部迎刃而解 很多球迷在巴黎奥运会结束后 就开始担心李盈莹对角主攻 和自由人位置的人选 新周期李盈莹对角主攻 依然是大难题 按照现在的排球理念 李盈莹对角主攻 需要有很好的遗传能力 来解放其他边攻的进攻压力 中国女排一开始选择的是王云路 可惜攻击力偏弱 奥运会前又陆续召回张长宁和朱婷 志在追求攻守平衡 如果朱婷和张长宁都同时离开国家队的话 球队主攻线就只剩下吴梦杰和庄宇山两人 这两位年轻球员攻击力尚可 但后排保障偏弱 势必会成为球队的漏洞 好在如今 朱婷和张长宁都不会离开国家队 这也给新帅提供了充分锻炼新人的机会 要是新人无法接班的话 两名老将就会顺理成章的 再坚持一个周期 反之则会给老将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力 另外王孟杰的流队 也让自由人位置变得更加稳固 巴黎周期 中国女排试验过其他自由人 结果效果并不理想 新周期 王孟杰的接班人还没有完全成型 这就需要王孟杰继续坚持 为中国女排站好最后一班岗 当有新人出现的时候 他就可以功成身退 反之则还需坚持四年 好在自由人是越老越吃香 王孟杰只要保持好身体状态 再打四年不出问题 三位老将的积极表态 不仅给新周期的中国女排 吃了一颗定心丸 也给新主帅吃了一颗定心丸 最后不管是哪位教练 执教中国女排 都会得到老将的帮助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二传 刁林宇和姚迪都阴伤休战 丁霞年龄偏大 徐晓婷稳定性不强 下周期只要解决二传难题 球队的成绩还是非常的可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匯区